歡迎收看手機遊戲 Free Fire 我要回下去,我是尼亞斯 好,這一場呢,是我跟拉鐵一起 在前幾個禮拜前玩的這個新模式 勾索堡壘模式喔 這個影片PO出來的時間 這個模式應該已經沒了啦 就是之前錄的一個影片喔 好,那如果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一定要留下個喜歡 讓我知道,也可以按下訂閱 叫旁邊小鈴鐺,開啟通知 這樣這樣每次上傳影片 會開始播出我YouTube系統 就會通知你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盡量多分享給你的朋友或同學們 好,這一場我們是跳加工作坊外圍的山坡 然後搜完之後準備要進攻加工作坊 然後這邊拉鐵已經收掉一個敵人了 然後這邊 這個建築物附近好像還有一對的樣子喔 我們這邊看一下 唉唷,樓下有一個 看到,欸,左邊有切槍聲 倒地,倒地,哇 對方有榴彈槍 等一下,我現在只有散彈槍跟MP5 MP5沒辦法打得遠啦 打得遠不是很痛 唉唷,他繞過來要救隊友啦 哇,這樣還被死喔 啊 倒倒倒倒,直接死,直接死 好,拿鐵把另外一個隊友順便收掉 因為剛剛被救起來了 好,接下來呢,我們就準備 欸,拿鐵這邊發現敵人了 看到了 倒一倒一倒一 喔,左邊還有一個敵人,等一下 我要拿,N14 有,兩殺,兩個絕對不解決掉了 OK,這樣夾工作坊應該就是我們的了 哈哈,有時候其實 Mail啊,夾工作坊 大家不一定直接跳Mail啦 其實可以就是跳Mail旁邊的散彈波 搜完直接從山上開始打 這樣,就是把夾工作坊佔領起來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也比較不危險 因為你有充足的時間去撿武器 因為很常大家跳B大姐或Mail 就是很常會遇到說落地撿到的武器很爛 比如說G18,USP 然後別人有MP40跟你打 其實輸的機率蠻高的 對,還蠻危險的 好啦,這邊應該搜的差不多 我們準備出加工作坊喔 反正就是如果我剛剛講的 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加工作坊的物質 其實也可以用這種比較 稍微保守一點點的打法 也不是完全保守啦 就是稍微戰術一點的打法去打 未必要直接跳加工作坊 然後 吃 運氣吃太重了啦 說實在 因為有時候我跳加工作坊 落地 VSS 然後 AN AN94 對 對,AN94 一把是 子彈是左右飄的槍 一把是威力很低 然後是 消音 狙擊步槍 但傷害也很低這樣 傷害很低 然後射速普通這樣 只是有消音這樣 然後你面對人家拿MP子 你其實蠻能打贏的喔 對啊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這個戰術 好,我們這邊在勾索包 因為我們是要 破任務啦 所以要雙人前五名 我們就打比較保守 然後再去進攻加工作坊這樣 結果還蠻不錯的喔 好,這邊呢 好像 附近有人的樣子喔 因為這邊我有看到怪獸卡車 然後拿鐵在左邊 他還在搜東西 我在關注這附近 有沒有看到一個怪獸卡車 我就跟大家講 欸有怪獸卡車 他說開啊開啊開啊 我就說 可是怪獸卡車沒有亮燈這樣 對,然後我們這一場是沒有錄到講話聲音啊 因為我們是私底下玩 然後我是 用另外一隻手機 打Line給拿鐵 因為我們 我那個內建的錄影軟體 其實如果開麥的話 他的聲音會重疊 然後 如果我是用另外一種錄影方式 一樣是錄影軟體 大家 常用的那種錄影軟體方式有沒有 就是 直接錄 講話聲跟遊戲聲 但你會發現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你可以錄到你旁邊的電風扇聲音 跟家人講話聲音 那很吵 那個其實 說真的錄出來的影片不夠專業 不像 就是不是很專業的一部影片 因為你會聽到很多雜音很吵 所以 我現在這個錄影軟體可以直接 哇後面有人 可以直接錄至遊戲內的聲音 但是錄製不到開麥的聲音 就是就算開麥大家也聽不到聲音這樣 所以 而且 對啊 就算開麥大家也聽不到聲音 而且有時候還會出BUG 所以我就不開麥了 我們就是用其他的 通訊軟體去通訊這樣 然後我用自己 額外配音這樣 對啊 因為我覺得 我寧可就是 音質聲音音質都是OK的 不要太吵 我也不要就是為了 讓大家聽到我們講話聲音 結果 聲音超吵 可能有車啊 然後喇叭聲啊 就真的很吵 特別是在馬路邊玩 或者是 家裡有開窗 會很吵 我說真的 對啊 所以我希望 做一個比較有 有品質的影片給大家看 其實身上的敵人不知道要去哪裡 但是後面這個 跑車的敵人開車過來了 他要 他要 直接跟我們打 是不是 欸真的 他要直接幫我們撞 然後拿鐵就直接跳車 哇 為什麼一跳車就被打 剩一 剩五十滴血 喔 還好這個玩家是拿發麻斯 打近戰 好 拿鐵有收到一個我也收到一個 是因為目前四殺 好驚險喔 欸 一落地就直接被榴彈槍射 他為什麼不是先射拿鐵啊 因為拿鐵先下車 然後我還沒有下車啊 他預知能力也太高了吧 好啦 我們這邊就收點東西喔 哇 那個 手折彈還蠻多的欸 特殊手折彈 可是好像沒有 欸又有敵人 等一下 拿鐵倒了 等一下我先架 好 我一次架兩個 先把他救起來 敵人等一下要來了 OK 我再架一個 我看一下喔 敵人啊 在房子那邊 等一下我先撿個東西 榴彈子彈 欸 等一下喔 哇 他在 他去開我們的車欸 打鐵丟榴彈槍 可是沒有射中 哇 他要撞上來了 哇 打鐵瞬間上車 他叫我說 欸趕快上車趕快上車 可是這邊上車應該沒什麼用啊 直接下車打他好像比較快 呵呵 有啦 下車了 OK 收掉收掉 呵呵 OK 哇 要收錢了 要收錢了 該走了 該走了 打鐵這邊好像還是要開怪獸卡車 好啦我們跟他開啦 反正我坐車的應該是可以在車上補血 還蠻方便的喔 我們現在剩 最後八個敵人 說就是說B大姐 呵呵 喔 前方好像有敵人 有槍點 然後我看到好像是在L房那邊 大家有沒有看到L房那邊有突出 有人在裡面蓋那個牆壁阿 嘖 然後就跟拿鐵說L房裡面有敵人 他說 可是這邊撞不到 因為敵人在房子裡 然後我們這邊就稍微思考一下 然後這邊拿鐵在裝子彈 他想說先裝一下榴彈槍子彈 因為他剛剛來不及裝 忘記裝了 然後底下好像在拿榴彈槍轟阿 對面那個小木屋 然後這邊拿鐵準備要去L房喔 帶我去L房這樣 因為L房剛剛我說有敵人嗎 不知道是一隊還是一個 因為我們就下車看一下 拿鐵也先下車喔 然後我這邊也下車 先從周圍觀察一下我們的敵人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喔 好 欸 有人直接跳上去了 然後我跟拿鐵說 如果這樣有敵人 他跳上去了 然後拿鐵把敵人給用榴彈槍炸到 炸死喔 結果拿鐵也被自己榴彈槍 扣到血 結果就死了 不是就死了 就倒了 還好有我在 我就幫他救一下 對啊 榴彈槍有時候打近戰已經蠻危險的 因為你如果沒有四級甲 蠻容易就是把自己自己炸死 但是沒辦法 你如果沒有近戰武器的話 我記得這場拿鐵好像是拿MV40 配M719吧 榴彈槍 他好像還蠻喜歡 拿榴彈槍的時候配那個MP40 尤其是跟我雙排的時候 因為他覺得說遠戰我可以打 然後他就可以打近戰 MV40跟遠 遠的那種榴彈槍的打法這樣 他步槍的遠戰 或G1的遠戰 就交給我 雖然我不是拿G1 我是拿步槍 這邊對面好像有敵人喔 一直在轟 我在檢查到底在哪裡 然後拿鐵這邊就先蓋這個牆壁啊 可以有個岩體 因為我們這邊太空了 好 目前還是沒有看到任何人 我這邊就直接上去 看一下敵人到底在哪裡 我看到對面那個牆壁那邊 樓上 好 有一個 但是我在看他在瞄誰 好 這邊看到了 要打他一個 然後後面那個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隊友啊 這也來不及收 先打上面那個 哇 他躲到後面去了 所以就等那個樹後的敵人要不要出來 我直接把他收掉 好 直接死掉了 OKOK 好 接下來知道的敵人應該是在對面那個 牆壁後面 然後還有任 剩下的兩個敵人 不知道在哪裡 哪裡也就直接過去了 他這邊怪卡加那個 一大堆的牆壁 哇 一大堆的岩體 我比較喜歡天然岩體啦 有一個被毒死了 現在應該是 二打一打一 因為有一個 隊友被我打死了 喔 這邊樓上在打了 樓上應該有兩隻啊 還是他在打哪隻 我不知道 看一下 還是說樓上是 同一隊了 好 這邊看到敵了 他拿SGA 跟我打 打輸了 因為SGA打精彩不適合 我這邊左邊突然出現一個敵人 我嚇到 然後這邊裝一下散彈槍子彈 對方從右邊出來 然後我這邊繞過來 直接抓他 措手不及擊殺掉 這場八殺吃雞 喔 這個 勾索堡壘模式啊 附帶Mail的一個小戰略方式 攻戰Mail 佔領Mail的小攻略 對 也不算很專業的攻略啊 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小小攻略這樣 大家也可以參考看看 這種打法這樣 當然是 對槍的技術還是看大家 然後我們這場12殺吃雞 哪裡也殺4個 我殺8個 有一些 有一些頭是我幫 不好已經把他剪掉了 對 好啦 大家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一定要分享出去跟按讚 加按訂閱加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